你们知道大多数法国人是怎么煮饭的吗 第一步 把水烧开 下面 煮上半个小时 然后把水倒掉 我每次带我的法国朋友去喝 粥他们都会非常生气 其实法国有很多东西和我想象中 是不一样的 我想象中的巴黎是浪漫之都 既广阔又优雅 实际上有很多法国小道 有这么窄 有一次我走在一条这么窄的人行道上 遇到了一辆同样那么窄的车 我不小心心情跟那个车一碰 到后镜掉下来砸到了我的脚 我捡起那个镜子就看到车主人在镜子里看着我 看着镜子看着她 下一秒车主人超级一款透明家就下了车 我我我我我 你帮我下去 你快走走 懒走啦 哎呀 怪我怎么接着这么好 谢谢 有一次我去我法国朋友家做客 我以为给我开门的法国美女是她女朋友 恭喜你呀你终于终于流洋了 然后她跟我说那是她妈 她妈真的保养得超级好 属于站在人群中会发光的那种 那么等到我当老太太的时候 我也可以像她妈妈一样 我就卷死她们 再见